今天我想拍一個unboxing video 就是這個LV的Pachette Matisse 應該是這樣唸 是新顏色 叫做Rose 不知道什麼 我把名字放在這裡 粉紅色的 我完全沒拆過 其實我上個星期已經收到 但打算拍片上個星期 但後來也沒拍到 我們現在一起打開 好緊張 好 讓我弄好一點 是死裂 好了 現在挖了絲帶 先看看 已經等了很久 一開出來很慌 而且如果你們不知道 這個袋子 這類型的袋子是賣斷屎的 它有出普通LV的花紋 而且有出另外Reverse那個 另外有淺啡和深啡那個 也賣斷屎 這個是新顏色 所以 好像也沒見過 在YouTube上出現過的影片 暫時 但見過Instagram的相片 很多都 好了 現在一起打開 好漂亮 顏色 真的跟照片一樣 對 因為它那個顏色 它出過一個淺粉紅色的這個 都賣光了 這個顏色是偏紫一點 是一個紫粉紅色 好漂亮喔 我先看看 它的扣是金色的這個 讓我比較近的 你們先看看 開的時候只要這樣按住這裡 旁邊 它有類似三格的 中間的格是最大 後面 旁邊 好 後面這裡有一個拉鍊 我本身有一個LV的Monogram 這個款 但我很少用後面這個拉鍊 因為也不想 通常很少用這些後面格 或者暗格的地方 現在再扣上那個 繩子 而且這個款真的很流行 很有名 而且我要先弄一弄好它 因為它還未真的扣好 扣 扣了一條繩子就是這樣 而且剛剛我看真的 這個位置 它是很棒的 沒有歪 因為我上一次買的 LV Monogram 有一點歪 但其實真的要很認真 這樣看才會看到 但這個完全沒有 這裡有一個掌握 很漂亮 而且很大層 不知道是不是真皮 還是假皮 但很大層 那些味道 可以在旁邊背 或者斜背 也可以 插上繩子 手抽也可以 裡面是這樣的 總共有三大格 1 2 3 最大就是中間這一格 然後這裡就是小小格 這樣 沒有暗格的 那些 我看看這個袋在哪裡製造 我覺得你們應該也有點興趣 看到了 是USA製造的 這個 其實這條片還沒完 我還有這個小小的盒子 去開箱 這個我偷看了一點 因為我確定收到的東西 適合 配這個袋子 其實我不太肯定 因為我上星期 偷偷看一看這個 但我忘記了花是什麼 我買了兩條絲巾 不知道是不是叫Twilly 類似Hermes出的 可以綁住在這個 掌握上面 好像有些裝飾 因為我也有兩個 現在這個是第二個 款式的袋子 所以我訂了兩條 忘記了這個是哪一個 然後我 先看看 是這樣的 我現在知道是哪一個 剛剛看到 然後我不拆這個貼紙 就這樣拿出來 是這個粉紅色的 它其實有分兩邊 我還沒買過LV的這些絲巾 但我真的LV 就配合LV那一條 這個是一個 近鏡 是一些LV 即是粉紅色 有些含理 那些 而後面真的有一個純粉紅色 是真的可以當一個 是不是這樣綁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 很少用這些 通常是不是封者 超會 用這些 我也不太知道 類似這樣 但我用來綁在手袋 那裡 皮 不容易髒 因為也是一個 深一點的粉紅色 我另外那個Paschametees 就是一個淺色一點的掌握 所以那個可能有這個保護 會比較好一點 讓我現在很快地試一下 綁上去 這個也可能搭配到的 可能這個搭配我 另外那個多一點 因為這兩個都是粉紅色 我另外買的那條 是紅色和啡色的 是World Tour的絲巾 但我還沒收到那個 那個應該搭配這個多一點 好 讓我研究一下 怎樣 其實我真的不太懂 怎樣綁的 我現在不停地 嘗試一下 綁一下 因為我之前有買過 Amrs的Garden Party 那時候我在店裡買的 所以那個SA幫我綁 可以這樣 給你們看一下 首先我打了一個連在這裡 露了一點點粉紅色 然後我就這樣 看看應該怎樣 穿到最後 就是這樣 放在這裡 其實我真的不太肯定 是不是這樣綁 但我估計類似應該是 然後這裡可以露出來 都很搭配 其實都很漂亮 我現在不停地打一打 這樣 真的整個包包不同了 真的加了一條絲巾 整個包包沒那麼粗 沒那麼細 不錯不錯 自己稱讚自己 真的打單不錯 第一個嘗試 然後就是這樣 好了這條短短的影片 就完成了 希望你們喜歡 而且我也是第一次拍這些 真的第一次看到的包包 因為通常我可能在店裡買 或者收回來之後馬上拆 因為我想確定 包包沒有穿 沒有爛 因為我的影片通常都是 堆在一起的 那些購片 那些 這個是特別一點的 另外 特別開一條影片給這個包包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你的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nstagram snapchat 還有facebook 拜拜 拜拜